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什么来课堂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知识点四 关于算法的问题 其实算法呢,理解起来并不难 但真正做起来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可能每个人都写过算法 也能很容易去理解算法 但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去运用算法是比较难的 来举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我们在岗位上算法工程师 那塔门这个岗位要求 其实要求是很高的 当然这里边 但对塔门要求往往不是只是他懂算法 或者他会写算法 这些算法工程师往往他都会去做一些比较优秀的算法 或者是做出来以前没有的算法 假如说你说我让你写一个猫泡排序 是吧 那你说我就是会懂算法了 对吧 那这就有一点有一点点牵强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呢 算法这一块呢 如果真实去做的话 其实并没那么容易 那这里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概念 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算法 因为我在看在我们的专事们当中也会提到一些算法的这个概念 是吧 应该说是咱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大家以后 假如说有一天你去做了一些比较深入 这个比较难的 是吧 像现在的机器学习啊 这个人工智能里边有很多这种比较难以理解 比较晦涩的一些这个算法 有的时候我们要研究很很久才等 而且这些算法呢 又是很多人经过很多年的打磨的一个算法 对吧 所以我们想去弄懂它的话 你就很麻烦 是吧 你假如说这个像谷歌呀 像这个抖音上面 其实它们这些特别是网络产品 上面有很多算法 现在大家都玩抖音 是吧 金字头条 但发现里边 我们 我们 看到的这个很多内容 往往都根据我们日常的行为直接相关 是吧 它把我们的新闻 把我们的关系圈 把我们的习惯 其实都融入到这个算法当中 像这样 其实 就比较难了 是吧 就比较难了 OK 那我们言归正在来 让它了解一下什么算法 其实很好理解 首先我们已经了解了程序 是吧 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程序的根据 那我们的程序 主要包含两部分 就是一个数据结构 一个是算法 那数据结构呢 主要是表示数据的 是吧 就像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数据的时候 数据类型的时候 什么 整形啊 是吧 字符串呀 还有字符 是吧 等等 是吧 这些类型 还有它是组织形式 是吧 组织形式 那就是我们数据 数据的形式 数据的这个形式就有很多呀 是吧 假如说是 101 这样去放 是吧 假如说还有我们数据 以线性的形式 去存放 是吧 还有这个以什么呀 以链表的形式 是吧 链表的形式 这个我们后面讲数据结构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去理解了 是吧 很容易去理解 还有以这个竖的形式 是吧 当然还有这个以图的形式 等等 这都是它的这个 这个组织形式 是吧 它的组织形式 那算法呢 算法就是我实现操作不做的描述 核心呢 就是要做什么 或者是怎么去做 然后给它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房子 不太好看啊 这是个房子 它就是个房子 这个房子假如说是一个程序的话 是吧 程序 那我们准备的一些这个这个数据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吧 结构它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我们使用的这个这个原材料啊 是吧 原材料 设计图 好 这些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数据类型 还有我们的组织形式 再记得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房子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还是长形的 还用的这个数据类像数据类型讲说我用的是木材的还是铁制的还是铝制的等等这些 那那那这个呢就是算法是吧 算法是什么呢 算法就是我如何盖 是吧 如何盖 是吧 那我是先挖地基 还是和我 还是先先先这个 做一些这个打混泥土 或者是我去去找几个人去做什么事 是吧 那而且呢 这些算法它涉及到我们如何去做 如何去做得更好 是吧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个什么算法优化 算法优化 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去做一个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在我们脑海中当中去想象 我应该去做什么 假如再举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假如说让你去 你准备去准备去这个追求一个女孩 是吧 假如说追求一个女孩 一般情况你都会做一些准备 第一步 我先去先去 先去去找找他找他闺蜜 闺蜜是吧 找他闺蜜 就不想哈 找他闺蜜 那从他闺蜜这段下手是吧 那当然呢 还是从他什么 他的父母先去给他父母去排下马屁是吧 那这这这也是一种方式是吧 假如先知道他了解他的情况 然后再拉他一块去吃饭是吧 吃完饭过之后再把他这个闺蜜给制造是吧 那这就是一种方式 那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步骤是吧 我们只能去看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深度学习 不提着深度学习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排序吧 排序算法有很多是吧 有MOP排序啊 快速排序啊 选择排序啊 爱分发排序啊 他到底哪一个好 他往往是在不同的场景下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还不一样 同样实现实现对一组数据 然后五八七六 是吧 同样对这五个数据进行排序 那我们实现的方式就有很多算法 任何一个算法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到底到底哪一个最好呢 这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是吧 OK我们关于算法呢 给大家讲这么多 目的呢 就是让 理解是吧 理解什么是算法 好吧 当然现在呢 呃 大家说我 我要 专攻算法 是吧 将来做一个算法工程师 是吧 或者是算法专家 那这个就要求就比较高了 好吧 这个需要我们慢慢的 然后 在以后的这个工作当中 慢慢就 好吧 建议大家 目前这个阶段 不用 只要知道什么是算法就 可能 不要在这个算法追究 追究太多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 没法去实现 去做一个事情 做一个小 对年龄判断 是吧 那你要就设计出很多种算法 是吧 去来实现它 但如果有冲突实践 也是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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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